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在纳玛夏区的马行哈兰投开票所 现在目前的投票的人数相当热络 事实上在早上八点之前就已经有族人开始在投开票所前面开始排队 许多在外面工作的年轻人甚至是在外面读书的大学生 也都珍惜这次的投票的机会 在地的老人家甚至有推着轮椅的还有抱着小朋友的都来投票 我们来看稍早的访问 这次有投五张吗 对 会不会很难 不会 看得到的时候就会 就自己想回来投啊 你觉得如何今天的心情 很紧张 为什么 因为第一次投票 用选的话他会比较注重选民的那个 的那个就是 呃 索托啊 选民 那以前官派的话他就会说反正也不是你选 选出来的 反正听上面的就好 南马夏区总共有四个投开票所 分别是在南沙鲁 马亚 达干乌阿 马辛哈兰四个部落 其中南沙鲁部落大部分的选民都居住在山林大爱园区 投票率是否会受到影响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投票情形 是几点出发的 我们差不多八点出发的 八点出发到这里 对 八点出发到这里 是开车还是请摩托车 家人开车 对 会不会很辛苦这样的选举 开车还好呢 不会呢 对啊 因为这是一种文化啊 已经习惯了 你们几点出发 刚刚而已啊 刚刚而已啊 会不会很辛苦 提醒民众投票的时间是到下午四点 有投票资格的民众不要忘了 攜带国民身份证 印章 还有投票通知单去投下神圣的一票 记者Joblang Balang在那么下的连线报道